在巴黎的心情 这次来巴黎的心情 其实非常的兴奋 只可惜时间不够用 这应该是我来巴黎 这么多次最短时间的一次 其实我觉得偶尔有 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跟我热爱的事情 我是很能够尽情享受的 短短的时间暂时离开家庭 我现在还可以 就是还可以 调整自己的情绪 小朋友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是因为 时差的关系 所以我都会留言 现在我的大儿子跟小儿子都会留言了 那我没有视讯的原因 是因为我很担心 视讯过后 妈妈的情绪跟小朋友的情绪 都会突然之间被打扰 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儿子 视讯完之后他就会想哭 那他如果难受 但是如果我必须工作要 就是挂掉视讯的话 我们两边都会很难过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留余音 然后留余音就会 他很开心的时候就说 我在吃冰淇淋啊 因为妈妈不在都可以吃冰淇淋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都还好 然后都是算是甜蜜跟开心的 通常出国我都会利用时间购物 但是这一次时间真的太少 所以我会边走边看 如果有的话我是经常帮小朋友买东西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买太多 因为小朋友现在真的还小 替换率很高之外 我发现他们喜欢的东西 跟我们喜欢的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买我自己的就好 是有一间店我觉得可以去吃耶 就是很平价的那个牛排馆 它这家店很特别 我不会发音 但是大家上网查就一定知道 在巴黎有一间很平价的牛排馆 它是没有menu的 它只有卖一样东西 而且数十年来如一日 卖什么呢 牛排跟薯条 就是本轮最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你一进去你只能点身手 其他都不能再决定了 因为它就只有那样东西 然后最特别的是薯条 你可以无限量的加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酱料 可以让你沾牛肉跟薯条 那个如果大家来巴黎 如果好玩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